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柔道社孩子們精神抖手 在教練一聲令下 學習柔道基本動作 不管是過肩摔 還是正面迎擊 這一群來自八斗國小 柔道社的孩子們 加入剛剛成立的柔道社 希望藉由柔道運動 強健體魄 也能夠自我保護 可以防身 跌倒的時候也可以 可以自己 自己救 好 開始 柔道社才剛成立 資源有限 目前大約有十位學生 市議員呂美玲 和三星人士呂成佑 一起捐贈柔道福 本身也是民眾黨中山區 副主任的呂成佑 希望大家用實際的行動 鼓勵孩子們認真的學武術 很多的國家 包括日本還有中國大陸 他們對小孩子從小 透過運動來刺激他們的大腦 然後除了增強他們的體力以外 還有能夠刺激大腦 然後開發他們的這個潛能 這個方面我一直在研究也在追蹤 後來我發現 對呀 小孩子從小如果運動 不僅在體制人的方面能夠更經濟 其實對於大腦的刺激也是有幫助的 然後對於他們未來的學習 各個學科的學習都是有幫助 所以因此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協助這個詹教念 因為他剛好也想要在克拉樹跟樓道 這方面有所遭受更多的學生 學員 而且他也要推動這兩方面的活動 因此我就來配合他 那也非常感謝他都是免收學費的 所以呢 可以減輕很多學生家長的負擔 那在道福方面 我覺得我能夠掠盡這個綿薄之力 我也希望能夠 因為這樣子讓更多的學生來參與 那同時這一次非常感謝 民眾黨中山區副主任呂成佑 他聽到我這樣子 他也覺得說他也願意來共襄盛舉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我也希望未來能夠在整個基隆市推動 讓我們基隆的孩子 透過這項運動 能夠積極的開發 他的潛能 那在基隆這邊我看到了 就是人口外移的現象非常的嚴重 也非常的感謝有呂議員的幫助 也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來認識中山區 或者是在中正區這些地方 有很多其實需要幫助的一些國小 柔道社教練詹正傑 更是武師奉獻不收取學費 希望讓偏遠地區的孩子們 能夠習武健身 我們練的是基本動作 那我們已經練了大概兩三週了 那這個他們已經進入可以練習那個衰技的動作 那衰技這個動作的話就是必須要衣服 或者你穿一般的運動服的話 可能就不小心拉破或怎麼樣 所以這個需要衣服 那剛好議員有這個機會給我們贈送這個衣服 讓他們學生可以直接就可以穿 可以體驗到穿第一次穿到服 課堂上小朋友認真學習頭到處 希望未來能夠深強體壯快樂學習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道 讓我看看 好感謝 非常感謝